我们用那个函数部分来做的话 那恐怕这个公式会比较冗长 那不过这里面的话 我讲前面讲过就是像这样子 最后要做出到FL 做出来里面的话会需要分好几个阶段 如果你一次要把这些光看到这个都已经头晕了 这么长 所以要怎么样可以分阶段来做 我把最后结果给各位看 其实基本上做完之后 它的那个其实你感觉不出来它的差异 一般二般三般做出来一模一样 那只是说里面呢 刚刚我们是用VBA 去等于是触发这个H2的工作 这个储存格的时候呢 去做什么事 但是这个地方不是 这个因为底下的这个每个储存格 它都会去抓那个这个H2 比较一下 是不是在那个 是不是我要 我要找的那个班级 所以它会怎么样 需要去比较一下 所以比较的话呢 在那个 我们的ESL里面会先用F的函数 那函数部分的话呢 当然我要比较说 是不是 就是H2里面的储存格 就是H2里面的储存格 跟我要比的储存格 是不是在 就是说 是不是一样 那如果一样的话呢 就把它的列 告诉我哪一列 那特别注意 因为index 这个函数应该前面各位有印象 index 这个 刮股里面呢 需要一个总表 需要哪一列 所以需要哪一列 然后需要哪一栏 那所以呢 我如果知道 知道哪一列之后的话呢 那再来哪一栏就比较简单 所以这一题最困难的应该是哪一列 哪一列是我要的那个班级 所以我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来看 第一个 我们用以服的方式来做 所以特别注意 你可以在这边新增 就是在新增 复制一个工作表 然后呢 用以服的方式来判断 那怎么判断 特别注意 大家最简单 我想这个判断 这个跟这个是不是在 是不是相等的话 如果相等就把它的列号告诉我 那我就可以用什么 插入一个函数 函数名称的话呢 就是叫做 就是 这个这个 逻辑判断的话呢 就是我现在的A2 是不是等于H2 如果是的话呢 就告诉我 现在是在第几列 那这个第几列指的就是 这个总表 这个总表是不包括上面的 这个总表里面的第几列 告诉我一下 如果不是同一个班级 比如说这个不是同一个班级的话 那就回传给我一个字串吧 也许叫做N好了 OK 类似像这样子 那我就是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 我等一下可能会向右 向右填满的话 那可是特别注意哦 我要参照的比对的班级 一定都固定是A栏 我不会是B栏 也不会是C栏 所以你会发现呢 我在比对的时候 我前面呢 会多一个锁定符号 先把什么 先把A栏锁起来 然后呢 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向右填满 那你会发现总表里面的第一栏 我跟他讲第一列 是 然后往下 往下填满之后的话 那你可以发现 那我的第二列是不是 第二列 这个总表的第二列 他也是 所以会显示出 第三列 不是 所以会出现一个N 第四 也是 所以他会告诉我第四 以此类推 那这样的方式呢 全部做完之后 那我就可以得到什么 得到一个 到底哪一些是 哪一些不是的一个 一个对应表 底下好像也是 再往下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如果知道哪一些是 哪一些不是的话 再来我可以怎么样 再利用第二个函数 哪一个函数 small small small不知道根本没用过 small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范围里面 我要排序 由小帮我排到大 然后他就 1 2 4 6 10 11 再来全部的N 那如果说N的部分 我不要理他 我只要数字部分 那那个数字实际上指的就是 哪一列 那我再利用index 把资料抓过来 那我就可以得到我的结果 不过这个 这个做法的话 基本上会感觉 好像甚至比VP还困难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所以我们阶段性的 if 再到small 再到index 再到ifl 所以分 四个阶段来看 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那个一副的部分先做出来 那至少我们知道说 哪一些 是一般的 这下来就是知道说 把它排序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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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